洪洲酒家,是金融給他提 龍井蝦仁,煙燻田雞腿 所以咬下去是有一點甜味的 還有很嫩的,好像慢煮 各位觀眾 準備了 馬田出來了,看到我們在灣仔 這條路平時就是那些的士司機 會泊在那裡,然後就去那間餐廳吃飯 以我所知 但在這條街隱藏了一間很知名的食店 大家看到在哪? 看到嗎? 就在這裡 上一次我們和大家一起去吃這個 天香樓 當然,它真的相對地有點門檻高 所以我已經為大家找了 可以容易入門的杭州菜選擇 就是在這裡 只有這個小小的招牌 所以其實你走過是真的不覺得的 好,各位,我們進來了 這裡的環境和價錢 都是比較容易大眾接受到的 杭州酒家 金融 是金融幫它提治的 而且它其實開了很久 2010年到2017年 都是有米芝蓮的成 香港有沒有黑珍珠 三粒珍珠的呢? 我也想知道 我們不如研究黑珍珠 另外一個重點 有銅 這個一定要點 這個 其實也不是很便宜的 如果你想吃煙燻大黃魚 都1080 這個很可愛的 這個好像天婦羅那樣 綠綠地色 然後用紫菜包著炸 這樣 一山鴿魚 紅燒鴿魚 我可以做一隻 1380 很棒 很補 大家應該最關心的 這一味 燒排蟹粉拌麵 298 甜品呢 都是那些 酒釀丸子就可以一碗一碗 蟹幾好 你看 嘩 我們的蝦印來了 龍井蝦印 蝦也是很小顆的 因為不是海蝦 而是河蝦 看到嗎? 真的很小顆 好像洋洲炒飯裡面那些 噠噠噠 噠噠 感想和平時有點不同 它沒有平時那種 海蝦那麼濃烈的那種味 是清淡一點的 但炒的調味 沒有加什麼 只加了鹽 蘸醋之後 就好像微微甜甜的 鹹鹹的 都可以找羹吃 一羹 原來重點是 一羹吃 加兩滴醋 三滴 四滴 如果單論蝦 一粒一粒吃 其實就好像吃蝦蝦爽 因為鮮味較強 但是這個蝦 因為蝦很小顆 所以吃法是不同的 一羹 那種全部都是細蝦的感覺 就好像吃那些 三文魚子一樣 抹下去全部都是不同的 很多小朋友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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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吃那個 手工和剝殼的心機 你說 我很少而已 只有這麼小小 一碗仔而已 但是你想想 這裡有幾顆蝦 不如你剝吧 不如我給你100元 你剝你也頭痕 這麼小隻 剝完要吃得 煙燻甜雞腿 嘩 我們今天特地點點 像又不像 讓大家 大家不要太BATTLE 這個其實是 因為上次想點 其實應該是點煙燻甜雞皮 不是點炸的 但是因為想吃煙燻黃魚 那就免費兩個煙燻 那這次呢 就來吃 煙燻甜雞腿 我開始以為它會 煙燻就是偏鹹 但不是的 其實呢 是很嫩 沒有上色的 你看看 所以咬下去是 有一點點甜味 還有很嫩 好像慢煮一樣 然後再配一個微微的煙燻味 我這個都新奇體驗 但是你問我 我還是喜歡吃魚的多點 我覺得魚 比較好吃 這些呢 就算帶外國人來吃 他們都一定吃得到 他們不會是奇怪 然後想吐 這個是適合 葉奇得來 有 好吃的東西 其實很少的 你認真想想 再來 下一個 三鮮 是否純菜 應該是 三鮮 純菜魚丸 好了 經過我一輪Google 應該這一碟 是沒有純菜 在裡面的 不是一定有的 原來 可能是季節性 它的狀態很有趣 它好像一條菜葉 這樣 但是它會有一些 好像啫喱狀的東西 包著它 你當它好像奇亞子的朋友 我們平時就比較少機會吃到 但是如果你去吃日本料理 它都會用來煮湯的 那你就會看到它浮起透明 透透的 這樣 我們試一個魚丸 是介乎魚腹和白魚蛋中間 質感的一粒魚丸 它又沒有起到完全會化開 還有一點點魚肉彈性 但是因為它用的魚肉不同 所以魚味不是很濃 你覺得它是單一清清的那種魚 平時我們吃魚蛋 就好像吃那些調和威士忌 有很多種魚在裡面 但是這個就好像單一麥芽一樣 如果你不適合那種魚味 就真的會不適合 我就覺得海魚那種好像好吃 魚蛋來計 再來一個好像前菜一樣 糯米蓮藕 這些呢 就是那些傳統菜式 傳了幾百年 即是皇帝呢 前菜應該都會有這道菜 那些朋友 即是你拍食物呢 為什麼吃東西 你吃東西有腥 就最沒有禮貌 最差的了 每一次每一條片下面 都有這些留言 你覺得我為什麼會把那些腥 放出來呢 其實可以剪走 我剪走了 照正常 就是因為那個聲音 某程度上 是表達了 你照出來的口感 我是為了大家可以接受 多些資訊 而犧牲我被人罵 你們不多謝我 不得止 還要說我 沒有人出來支持我 這個東西如果吃東西沒有聲 你就以為是爽口 不是啊 它是煙韌的 那個蓮藕是糯米的質感 是黏的 如果真的要形容 它的味道有點像 包裝失溫番薯 你知道哪些嗎 像抽筋通薯 有得賣的 濕濕的 又半濕半乾 不過這個會流 我想起碼你要四個人 才會買這個 各位觀眾 大粉 準備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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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條血管已經跳動 撈完之後 那些蟹粉不掉了 嘩 這次好像這麼沒有蟹粉 而且呢 整個碗底都是醬油 很深色 很明顯吃得出來 分開三個部分 就是那個蟹肉 和蟹黃 因為它的肉 和蟹黃 粒粒這些 都很硬 不是很順 所以它和那個醬 是分開了兩個口感 然後麵 又有第三個口感 所以它們三個東西 沒有這麼融合 確實是 真的有那個分別 但是那個分別不是肉眼 或者它不是 你可以很具體地說到 材料不同 口感不同 不是 材料可能做法都可能差不多 是真的那種 調味的平衡和細緻度有不同 甜品時間 高力豆沙 我有沒有拍過 我有挑戰過 應該是失敗了 所以沒有拍過 你是知道這道菜不是小東西 還是我已經拍過 我都不記得了 大家 我成功還是失敗 嘩 嘩 這麼實質 好像豆腐一樣 高力豆沙 是一個類似蛋白 裡面包著豆沙餡的甜品 所以它的理應是輕的 我夾過去就覺得有少少重 未吃才猜中 但是重不重 跟我想的一樣 就是它的皮 真的有少少太實 不夠的輕身 但是它的豆沙是世界級 你看到那種 跟蓮蓉一樣那麼幼滑 你看到嗎 簡直沒有看到任何粒粒的 它是綿密度 再加上它有很淡的桂花香味 我們現在豆沙是陳皮的 其實以前是桂花的 有桂花的紅豆餡 是它很傳統很傳統的調味 現在越來越少見 在杭州菜你會看到比較多 桂花 它令到紅豆吃完之後 可以香很久 桂花酒釀丸子 嘩 這麼飽 嘩 真的很足料 你看這些酒釀粥 成一碗粥 真的 全部都是丸子 而且一定是手做的 你看不是圓形 真的很香 桂花 還有一點酒釀大 那種微微的酸味 是一個清新的酒釀丸子 但說不出有什麼印象深刻的地方 這裡的丸子好像胡圓一樣 是切斷的 因為太陽和烤馬 是許多了 喝酒 就不喝吧 對 點霍 這個 我們吃完了 是不是這次便宜很多 大家看得出來嗎 這裡比較容易明白 因為它裝修各樣都很企業 價錢又非常合理 如果你想體驗一下杭州菜是甚麼 吃煙燻 又可以吃不同類型的蝦仁 這裡也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我自己最喜歡煙燻田雞 因為很嫩 而且煙燻很香 最外層是不苦的 再加上下面的菜是很特別 放著 鹹鹹的 再在上面灑個砂糖 另外糯米蓮藕 你一離開這間店 就很難找到類似的味道 所以整體加上 以它這個價錢 可以體驗到杭州菜 我覺得是挺推薦的 不過如果你是頂級孝順的 你可以去更高一級的選擇 就是這樣了,我們為大家推薦了 兩間都非常非常值得去的 紅州菜餐廳 我們多謝我們的會員 不理會,照去就必 就是這樣了,下次再見 拜拜 這個是金融社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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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